回到国内 随着联邦直辖区部启动了接种疫苗流动卡车 为当地居民提供上门接种疫苗的服务 行动党四页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今天发文告建议 将这个流动卡车停放在公共聚集点 例如拥有公共设施及宽敞停车场的 敦尼斯麦花园大巴砂 杨巧双表示公共巴砂或者是其他大巴砂的小贩和员工 每一天必须接触几千名巴砂访客和货物再送员 周末时候的人数更是高达3000人 不排除当中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将流动卡车停放在巴砂 将有助于加快小贩和员工接种疫苗的速度 保障他们以及年长者居多的巴砂顾客安全 另一方面行动党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莹也发文质疑 疫苗接种特工队管理数据的能力 批评耗资7000万令吉打造的 全国新冠免疫计划数据整合及预约系统 无法追踪60岁以上但仍未接种疫苗的人 而这些其实用Microsoft Excel 简单的过滤排序和逻辑功能就能够完成 杨美莹还指出 麻坡县疫苗接种中心开始为1957年 或更早出生的勒林人士接种疫苗之后 他们就接获了500多个来电 包括有80多岁患有核病症的老年人 没有获得疫苗接种预约 显示了全国新冠免疫计划的数据整合和预约系统 存有严重的缺陷 因此他要求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回答 为何疫苗接种特工队的数据组 无法从数据库当中提取勒林人士和优先接种群体的名单 为他们安排相应的预约 同时公开耗资巨额 建立这系统的背后团队的资格和能力 并评估是否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数据整合及预约系统 否则寻找一个去中心化以及更简单的系统 来和这个笨拙不那么智能的集中系统并行 以确保数据管理的缺陷 不会成为展开疫苗接种工作的障碍 感谢观看